南斗縣議會召開第二十屆第一次定期會 在本日定期會議程中 議員檢次勝就針對草屯症重劃區相關問題 在會中提出許多的看法 定希望縣府能夠多加重視 中央政府規劃在草屯症設置鳥嘴壇 針對會會金以及廢土相關問題 莊氏捷議員則在會中提出許多的意見 必須要縣府可以多加重視 針對居服員長照小卡的問題 蔡宗之議員也在會中指出 目前有發生出借長照小卡的問題 對此希望攝勞處可以多加重視 並擬定相關的懲處避免在此發生 吉福員的長照小卡 借他人使用 在你們長照裡面是否連帶處罰 因為現在就是 有發生這種問題 人大家一直來勞煩 我是跟你建議說 這些吉福人員 如果他的長照小卡只有把人用 抓到就是把他的長照小卡取消 包括這個機構 也是要把它停牌 不然這有的你想 藍頭縣長照小卡那麼多千 大家都很機器你做 這兩斤這個海泉芝麻 這樣是要怎麼做 這你對這裡實際有你用心 你做的長照小卡你要來交代 在本日定期會議程中 議員們針對許多問題在會中提出許多的意見 並希望縣府相關單位可以多加重視 金屬改善保障宣明權益 記者邱平一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